台湾输出上海确诊案例又一例 家住南部的70多岁女性 15号从台湾飞上海 入境裁剪为阴性 住进当地防疫旅馆进行检疫 不过妇人在21号出现喉咙痛症状 22号裁剪结果为阳性 23号隔离治疗 隔天台湾才接获通知 她在台湾的友人也主动进线 告知说有跟她有用餐的接触 证明妇人前一次入境台湾 是在2019年11月 活动地点都是在南部 身体不是太好 长期独居 8月7号到10号 妇人都待在家中禁养 因为即将远行 11号就陆续与友人餐续 而且当天还有人到机场送机 目前台湾匡列人数33人 已裁剪14人 PCR都是阴性 血清抗体结果还没出炉 由于妇人入境上海之前 活动地点都在台湾 感染源到底在哪里 可能要远行 所以看到蛮多人跟她送行 用聚餐这样子 另外也有人开车送她去机场 那这些都是 入境上海富人 8月15号入境 7天后出现症状 检验结果由因转阳 在感染源还没厘清之前 国内的社区感染风险 依旧疑云重重 记者黄天阳李婉婷 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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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